兄弟们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个人物拥有战火穷奇啊 但是却不屑于打服战 拥有梦幻西游 全服唯一的骨品 愤怒罗汉腰带啊 但是却不忘初心 慢慢玩的啊 胡椒哥的一个号 胡椒哥身上买的装备虽然不多 但是没买到一个都是超级骨品 超级绝品 愤怒罗汉腰带 加上光辉封印项链啊 封印光辉项链加愤怒罗汉 衣服啊 愤怒罗汉的腰带啊 然后再带一个大特技的神游武器 然后以后的话最高极限的封印呢 可以带三架啊 因为腰带愤怒罗汉啊 就是可以 磨出一个封印小特技的位置啊 你想想你有罗汉头 你有啊 罗汉封印装备吗 没有吧 所以说你就可以带罗汉 啊 愤怒特技腰带 然后带一个小特技封印帽子啊 就是用这个腰带啊 来替换出 罗汉的鞋子 武器啊 衣服 然后多一件小封印啊 拥有这件装备可以多一件封印 非常的屌 看看胡椒哥的宝宝 实际能力劈毕垒 能打浮战 灰速静台啊 三宫克星 善恶 啊 力劈毕垒 这个也够用 这个一致加经济法报 多了一个高级招架 带反击的实际能善恶 力劈毕垒又一个啊 死亡法防 啊 这个一出其不易一致啊 带法联还是带一致呢 带啊 带法联没有一致 七技能高联 9技能 我操 这精彩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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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厅啊 这地厅 还好我更新了10技能 要不然 他妈的还没有胡椒哥不打服战的地厅好 这家国 这地厅的话是四轮半啊 然后带禁忌法报 禁忌法报比高法报好 进入战斗的话有蓝圈啊 想让 想让这只宝宝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你只需要干一件事 就是给宝宝的名字啊 改成匿名小怪啊 匿名猛兽啊 就可以了啊 基本上就没人封你了 这号装备 其实我还真的不太想展示啊 展示胡椒哥的硬价跟展示鱼岛服战队的硬价没有区别啊 因为他的东西都是我们能用的啊 双速度预封印啊 29速度的双法防御气血 双法防御气血 16段的罗汉 放下分动腰带 笑里藏刀 16段 精清觉15段 衣服兄弟们是第一水清衣服 衣服319 双加64 防御比300防御多了19 双加的话是综合多了5点啊 到了普陀和女儿村 女儿村当然不加敏的话 可能失去一速的优势 但是普陀山用啊 盘斯卡速用绝对好啊 腰带 项链 衣服 三件 三件神器了啊 以后这个号就应该弄六封印的装 六封印的灵士 然后再弄点啊 再有封印 其实这个腰带要是弄一个 笑里封印鞋 无解啊 笑里封印鞋 然后你再带一个神又精清的武器啊 笑里封印鞋 帽子再能带一件封印啊 这家伙六特技 三件封印啊 衣服不要水清四件封印 它神装应该是三件吧 三件神装 一个极品地青